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西洋菜谱美意分享 今天分享凉拌小竹笋 夏天到了 暖洋洋的 因为太热了 有时候不想做太多的菜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凉拌小竹笋 可以放在冰箱 随时拔出来吃 非常的方便 首先我们看看要准备的材料 我们要准备的那个罐头的小竹笋 有新鲜的更好 罐头的小竹笋大概拌一拌 然后拌过的红萝卜切丝 然后三拌那个西芹把它切丝 然后大概两三克那个香菜 还有小许的辣椒丝 还有一点点的蒜油 我们把这些材料全部弄好以后 先放在锅里 把那个少竹笋烧一烧开 把它拖一拖水 我们先把那个切好的少竹笋 放在那个开水里面烫个一两分钟 然后捞起来冲冷水就好 用开水烫好的笋丝 泡过冷水以后瀝干 然后放在一个稍大的碗里面 我们准备调味 我们先加上那个西芹 之前你切的时候 之前洗的时候用盐泡一泡水 然后就把那个细菌泡走了 那个扫虫都泡走 还有那个红萝卜 还有那个少的辣椒丝 还有蒜蓉 我们全部把它放上去 把它拌匀 拌匀 拌匀以后 我们就放个半茶匙的胡椒粉 半茶匙的糖 盐 对不起 然后一茶匙的糖 还有大概半茶匙的醋 白米醋 白米醋 还有一茶匙的那个生抽 然后半茶匙的鸡粉 还有大概两个茶匙的老鸡 老干妈 脆油辣椒 全部把它拌匀 最后我们加上一点辣椒油 小许半个茶匙就好 然后半个茶匙的麻油 再把它捞好 然后最后可以把那个香菜拌上去 就可以上碟就可以吃了 好了就是现在就把它上好碟就可以吃了 最好就是放在那个冰箱两三个小时以后吃 味道就最好了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喜欢